小时候玩玩具 VS长大后玩玩具 小时候 今天不用上学太开心了 我要玩会玩具再开心一下 这套玩具我都存了半个学期了 再不玩就要过时了 今天我的身份不太一样 家里所有打扫的事我说了算 拿出一张作业纸 然后给它撕个稀巴烂 轻轻撒在沙发上 开始演 我的天哪 是哪个熊孩子这么聪明啊 居然知道我要来打扫房间呢 来 上吸尘器 现在的吸尘器真的很奇怪 竖着吸才能吸到地上的纸块 我吸我吸 这么高科技居然是个垃圾 还是老是扫把更合我的心意 三两下就能打扫干净 我真是勤劳又能干 垃圾记得往垃圾桶里放 光扫地不给力 咱还得用拖把拖干净 拖过来拖过去 桌子也不能放去 一来二去 果然变得很干净 光扫地还不够 最近家里的马桶有点臭 让我来拯救拯救 给它刷一刷 还要擦一擦 整个拿起来把里面的爸爸也刮一刮 打扫效果非常棒 这个家没有我可怎么办 长大后 小时候上学六六九 六点起床 晚上六点吃饭 吃完九点睡觉 长大后九九六 九点上班 九点加完班 连上六天才放假一天 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更需要玩具来拯救 今天我不是打工人 我是精致猪猪女人 因为我一年的工资都买不起一个厕所 所以这个洗漱台就特别适合我 今天周末睡到十点 先洗个手 什么 家里停水了 开玩笑 忘了跟你们介绍 我家的洗漱台是全自动水循环 一块钱的水费我家根本用不完 开始刷牙 装点水 挤点牙膏 刷完牙刷放粒水池 每一滴水都要进入下一个循环 感觉今天的头发有点油 那就再洗一个头 挤一点洗发水 开洗 哇 简直太爽了 拿毛巾擦一下 感觉还不行 上吹风筒 哇 终于干了 看看时间刚好十二点 又可以睡个午觉了 哈哈哈哈 小时候玩玩具 VS长大后玩玩具 小时候 放假了 终于不用写作业了 可以追逐我自己的梦想了 今天的梦想就是 为您人美心善的医生 哈哈哈哈 你们不要害怕 虽然我的资历不够 但我有机器来凑 啊 上道具 医生 我每天早上醒来 眼睛都睁不开 全身无力 根本上不了学 这到底是什么病呢 你别着急 我先戴个老花眼镜 再来戴个3D立体智能口罩 这样就不怕被你感染到 哈哈哈哈哈哈 来 先量个体温 非常好 体温正常 再来听下心率 这个心跳有点乱 有说谎的症状 医生 我感觉整个心脏都不好了 没事 这叫起床困难症 我来给你开点药 这药有点大 我还得先撑一下 很好 一颗一公斤 一天吃一颗 四颗为一个疗程 吃完起不了床就不是人 哈哈哈哈 医生 吃了四天药还是没感觉 你等一下 完即还需猛药来治 起床有困难 扎针来帮忙 长大后 996的工作 让我筋疲力尽 下班了 我要回到我的平行世界去 在平行世界里 我不是人 哈 没错 我是一只森林仓鼠 我的特长是挖洞 每当我感觉尴尬 我就往地里抠一下 不知不觉就抠出一栋别墅在地下 你有病 带你们参观一下 这里就是我的卧室 很小也很精致 楼上比较空 没事 我就喜欢站在窗口放空 因为我没有工作房贷和车贷 读了挖洞就是谈谈恋爱 短短一年 家里就从我一个人变成了这么多 所以我只能给家里多扣几个窝 这是悬挂婴儿床 适合哭闹的小婴儿躺着玩 这是沙包升降兰 谁要是不听话 就让他上去玩一玩 这边是高空悬梯 适合喜欢探索攀爬的小鼠机 推开楼梯的窗户 还有滑滑梯能把他玩的小仓鼠稳住 有人干活 有人玩 有人睡吊篮 虽然伤了一窝 我一点不嫌多 喝喝茶 哇哇洞 平行世界的生活真让人感动